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自雅各书第一章22到25节 圣经说 只是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自己气哄自己 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 就像人对着镜子 看自己本来的面目 看见走后 随机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唯有详细查看 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 并且时常如此 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 乃是实在行出来 就在他所行的事上 必然得福 弟兄姐妹 以上雅各深处地解释 听道与行道并行的重要性 第一 基督徒听道不够 还要行道 经文说 只是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是的 神给人真道 是要人遵守 牧师传道是盼望人明白而遵守 信徒自己来听道 也是为了遵守 如果听道 只是为了欣赏 或当做学问来研究 或为了满足虚荣心说 我有去教会 那么听道 对你没有益处 也失去意义 神的道 只有在生活中活出来 生命才会改变 生命改变了 神的道 才显得宝贵有价值 不然听道本身没有可夸 只有把所听见的道行出来 生命有所斩尽 听道才有意义 才达到目的 也能够讨神喜悦 第二 基督徒听道不行道 是欺哄自己 经文说 不要自己欺哄自己 你问什么是自欺 自欺是不顾圣经明明清楚的教导 却为自己创造一些借口和理论 然后照着做 而做出来 是背道而驰的 例如人不能以为参加聚会 就等于有了门神喜悦的虔诚 不能以为懂得一点知识 就等于拥有属灵的生命 不能以为自己与众不同 别人需要行道 自己却可以不行道 人不能以为在世会上有权势 在教会中也应该坐在高位上 人不能以为是牧师的朋友 犯罪就容易得失眠 不能以为多捐一点钱 讲话就可以大声一些 这些观念都是错误的 是违背圣经教导的 但偏偏就是有人 以为这些是正确的 所以不但自己行 也教导别人做 这就是自己欺哄自己 弟兄姐妹 今天圣经的话提醒我们 听道不行道是自欺 所以愿我们不要自欺 不要骗人 更不要欺骗神 第三 圣经说 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 就像人对着镜子 看自己本来的面目 看见走过 随机就忘了他的相貌足合 弟兄姐妹 雅各的交道深入又深刻 有四点值得思想 第一 两千年前 人们没有照相机 要看见自己的相貌 唯一的方法是照镜子 因镜子忠实地 把人的样子反照出来 第二 人面对镜子的时候 就能清清楚楚看见自己 走开了随机就忘记 自己的相貌 这是不真的事实 人必须知道这一点 第三 要照镜子 必须有光 没有光 只有镜子 人看不到什么 第四 人必须对着镜子 才能除掉脸上的污点 离开镜子 就做不到 雅各说 神的道对我们的功用 就像照镜子 经由圣灵的观照 神的道将人生命的真相显露出来 无论是灵魂的丑陋 是心中的黑暗 在神话语的观中 都是清清楚楚的 人必须在被关照的时候 立刻除罪圣洁 在听到受感动的时候 立刻悔改认罪 人若听到受感动 却消灭圣灵的感动 还告诉自己 等一下再处理 他将转身就忘记 所以听到要行道 遵守一句 生命就少一些丑恶 遵行一句 生命就增添多一份荣耀 但听到不行道 他的安藏无会 仍然存在 这是危险的 希伯来书第六章 还告诉我们 那些已经蒙了观照 尝过天人的滋味 由于圣灵有份 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 觉悟来世全能的人 若是离弃道理 就不能叫他重新懊悔了 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 重定十字架 明明地修主他 救主一块田地 吸收屡次降下来的雨水 却生长荆棘和桔梨 就必被废弃 精于咒诅 结局是焚烧 第四 圣经说 我有详细查看 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 并且时常如此 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 乃是实在行出来 就在他所行的事上 必然得福 弟兄姐妹 雅各引善的话 有五点值得思想 第一 他要人们遵行的道 就是神的律法 第二 神的律法是全被的 诗篇十九篇七到十一节说 耶和华的律法全被 能苏醒人心 耶和华的法度确定 能使于人有智慧 耶和华的训持正直 能快活人的心 耶和华的命令清洁 能明亮人的眼目 耶和华的道理 洁净存到永远 耶和华的典章 真实全章公义 都比金子可羡慕 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 比蜜甘甜 且比风房下低的蜜甘甜 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 守着这些便有大赏 第三 神的律法使人得自由 你问律法怎么使人自由呢 回答 律法使人自由 不是给人自由去犯众去犯罪 人者犯众犯罪 就失去自由了 不是吗 人犯罪就被捆绑起来 关在监狱里 他有自由吗 你问 律法使人自由是什么意思 回答 你遵守律法 你是自由的 你有自由不犯罪 你有自由行善 有自由做神喜悦的事 那是真正的自由 若有人不想赌博去赌博 不想吸毒还去吸毒 不想抽烟还去抽烟 不想酗酒还继续酗 那是没有自由的 只有遵守真理 真理比较你得自由 第四 人必须详细查看律法 详细查看 才能看见律法的精益和美丽 才能体会律法的宝贵和价值 大卫王说 耶和华 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 终止不住的思想 你的命令残存在我心里 使我比仇敌有智慧 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 我比年老的更明白 因我守了你的训词 你的言语在我善谈何等甘美 在我口中笔蜜更甜 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 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弟兄姐妹 时常思想神律法的 就谨守遵行 远离罪恶 感谢主 他是公义的 是公平的 不是抄写律法的门符 不是教到律法的门符 不是背诵律法的门符 乃是遵守律法的门符 最后使徒约翰告诉我们 小者们不要自欺 行义的才是义人 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 温柔的人有福 因为他彼得照味 温柔的人有福 因为他彼得义人 因为他彼得不幸 也彼得人彼得不幸 也彼得人彼得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你在天生与我少许荡 在天生与我少许荡 在心里一切纸 越是受到人的过行 青荡苗传心传手托家贵 复兴就慢慢记在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